但一路重头信息普会在18号登场 但就在上午的开幕式 俄罗斯总统普清准备致辞前 一些西方国家代表却离开会场 观众席看起来有些空位 离开会场的西方代表 包括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根据国际媒体报道 离场的代表主要来自欧洲国家 而大陆官媒也引述普清谈话 曝光双方会谈触及台海问题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俄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双方对一带一路有高度共识 继续深化合作 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战略协作密切有效 习近平谈话先提到普清 连续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峰会 系属近十年中和普清会面42次 受国际关注的习谱会 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 根据俄罗斯媒体公布的讯息 普清将会和习近平讨论 恶务局势以及发送 普清和习近平聊什么 中俄官方都没有第一时间公布 西方媒体认为习近平把普清 当作抗美联盟最重要伙伴 这次一带一路峰会 也能感受普清享受高规格待遇 17号的欢迎晚宴 普清走在各国元首代表最前面 紧跟着东道主习近平 晚宴桌上摆放不同国家国籍 还有装饰物品 展现大陆自古对外出口贸易的景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